为了发扬百年素人的教育精神 国际福伦三四六位地区 跟台中市东南福伦社 以协助弱势学生 安心就学的基本理念 进行生命桥梁助学计划 指导大专院校学生 规划职业生涯 找到自我天赋跟适合的职业 2019年10月26号下午1点半 在台中市东海大学 EMBA大楼 举办助学计划的启动仪式 现场来了很多热心的福伦社 有场面相当温馨热闹 国际福伦三四六一地区 跟东南福伦社表示 希望鼓励学生认识福伦 成为未来社会精英 回馈社会 也带动社会繁荣发展 所以我们今年的生命桥梁 主要是能够帮助大学生的 三年级四年级 即将踏度职场的弱势的学生 希望给他们 不只给他们鱼 同时教他们钓鱼 我们不只给他们奖学金 同时我们也聘请了 有专业教练执照的讲师 来给他们授课 我们动员全三四六一地区的六十二社的社友们的贡献他们的慷慨解囊 来帮助我们中部地区二十五所大专院校 经过征选的八十五位优秀的青年学子 来帮助他们学习进入职场前能够了解到将来的所谓的他的职场的未来的希望 还有他的未来的人生的目标的规划 是要帮助将要毕业的大学三十年级学生 让他在进入职场之前能够先了解一下 他需要具备哪些技能 要有什么心态去找将来他要从事的工作 国际福伦三四六一地区一向坚持反读 支持教育扎根工作 是台湾中部最大的社团之一 平常就十分关心弱势族群 参与社会公益 东南福伦社这一次从二十五个大专院校当中 一共选出了一百多位学生 每位学生可以获得四万五千块钱的奖学金 以及一万块钱的职业课程费用 帮助学生迈向更光明的人生 很期待 因为这个这边的资源提供了很多 而且再加上对于后来的课程方面的丰富度 也很期待这样子 我希望可以利用这笔奖学金 然后让我专心在用工上面读书 然后可以不用烦恼其他相关的去打工 台中市东南福伦社社长杨朝鸿表示 国际福伦一直在台湾社会传播正面能量 每个社友都充满爱心热心公益 这一次的助学计划安排了发现天赋 直牙高飞七个好习惯 心智土法逻辑思考履历撰写 面试技巧等39.5个小时的课程 希望以福伦导师的制度 让学生参与社会服务工作 结合社会教育跟大学教育 打造幸福快乐的温馨社会 记者程文旭 肖又金台中报导 3461 赞 东南福伦社 赞 赞